疫情的冲击,很多社福团体也面临难题 除了小额捐款下降,求助个案也相对增加了 但为了让独老平家能够满足基本过节的生活需求 花莲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还是赶在端午节前夕 为境内的独老和平家送上端午物资 也期盼民众可以持续发挥爱心给予物资和捐款上的帮忙 端午节前夕社团法人花莲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特别前往访试位在新城的赖奶奶和其唐氏证赐子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目前无法参与协会活动 少了外出的自由,更使许多弱势家庭雪上加霜 老家协会近留百个个案中,贫困家庭占了四成 许多原本已经经济困难的家庭,收入更是巨减 我们把物资送来给住在新城的一个赖大姐 那赖大姐她独自抚养一位就是中年的唐氏证的儿子 两个人相依为命 那协会服务的时间大概已经两年多了 那这两年多来除了物资、经济上的辅助之外 我们还协助送餐,就是连接附近的餐食 然后让大姐每天中午就是可以到这个店家来拿便当 那其实这段防疫期间对协会还有对我们服务的个案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协会在花莲成立18年 那这一次遇到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小额捐款有近五成都已经完全终止掉了 所以对协会来说这个捐款减少 但是通报的个案变多 因为很多的弱势家庭在这段时间变得更需要帮助 那可能原本有打零工的机会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完全终止 所以协会在这段时间提供物资的辅助 那还有急难救助金 就是提供现金的部分 来尽可能帮助这些弱势的长辈跟贫困的家庭 那当然在这边可能也要 就是恳求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就是可以在这样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一起协助一起帮忙 那给予老家更多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来帮助后山的这些弱势的长辈跟贫困的家庭 让他们可以满足最基本的这个生活所需 除了协会赖以为生的小额捐款下降约四成 求助的个案持续增加 目前经济辅助约发出近百份 另外物资包近千份 受益人数超过两千人 期盼社会大众还能在疫情艰困的时刻 适时给予物资和捐款上的协助 而民众若有收助需求 签卡038-330-522 花莲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接着长邦彦前程商报导